中央社记者陈俊华台北21日电立法院今天朝野协商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部分条文 现行法中公寓大厦得以规约方式禁止住户饲养宠物国民党级立委王玉敏提案修法 经协商后取得共识删除禁养宠物相关规定 中国国民党级立法委员王玉敏提案指出台湾家猫家犬数量高达232万只 现行法却赋予住户以修改规约方式禁止社区养宠物 他主张猫狗是宠物也是伴侣 因此提案修法删除不得饲养动物规定 并要求管理委员会不得已规约或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 禁止饲养以维护宠物居住权益 王玉敏表示修法后开放民众饲养宠物权利 但宠物进入公共区域 不管是废教便尿都要接受社区管委会规范 主持朝野协生的民进党籍立委陈其麦则表示 鲸鱼跟熬犬斗散宠物 但两者差异很大 若都是用同一部法律会有疑虑 修法师希望在管委会协约权与住户权益之间求取平衡 初级协商的内政部次长花敬勋表示 105年9月曾召集地方政府讨论开放社区养宠物 当时都没有反对意见 内政部建议修正条文 改为住户饲养动物 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及公共安全 除其他法令令有规定外 不得禁止饲养宠物 至于动物与宠物的定义 则依动物保护法认定106121 如果按照理咱们就请 conclus pesky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